9月27号即将在吉安五谷宫登场的祭孔大典 除了有古礼又义武 还有祈求至圣先师 为现场的学童来开智慧赐予平安吉祥 因此花莲县补教协会 特别赞助了130份的开智慧礼兰 给吉安相近的学子 相当游淑珍代表学生们 接受补教协会的开智慧号令 在古典祭孔大礼当中 有一项祈求至圣先师 为学子开智慧的仪式 花莲县补教协会特别赞助了 130份开智慧礼兰 给吉安相近内的学子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丰富的智慧公兰 那这边有芹菜代表这个勤劳 那有这个葱代表聪明 那这个稻穗代表这个丰收 还有看到我们的平安 苹果代表我们的平安 那这个鸡蛋糕代表我们的高升 然后呢这个面线代表长寿 所以当天开智慧的学子呢 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公兰 那我们也在五谷宫这个地方 那五谷宫它是一个神农的一个大地嘛 所以我们用吉安这个最好的吉安米 来庆祝我们的丰收 那当天呢小朋友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 非常别具意义的开智慧的里兰 那最后呢还有我们的玉石笔 那象征它以后呢在考试可以顺顺利利这样子 厢长游书甄表示这次吉安湘第一次举办祭孔大典 完全依照谷礼做了妥善的规划与安排 五谷宫是唯一在我们吉安湘境里面 供奉孔子的一座庙 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懂得感恩之外 也希望能够借由孔子的这样的慈悲 开启孩子学习精进努力点智慧的工作 谢谢我们补教协会跟我们读经协会 来共同执行这样的一份任务 还有我们道乡国小要带来六亿五季孔大典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氛围 所以这是一项吉安湘的大活动 如果我们有孩子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进行活动的 我们欢迎亲子共同前来 而且让孩子有一个学习开智慧 开眼界的机会 9月27号上午9点钟 五谷宫孔大典正式开始 当天不止依谷礼献礼献拜仪式 还有道乡国小六亿五演出 也特别替孩子们举行开智慧祭拜礼 乡长游淑珍欢迎乡亲 踊跃前来参与 一起感受中华文化传承与尊师重道的精神 更祈求大家吉祥圆满 谢谢旅会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